哈囉大家好我是瑋恩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影片是 埃及歐這傢伙到底有多麼的強 因為大學開學了很忙 所以 不太有時間做影片 啊上一個影片我看大家回應 不是說太好 這一次我就 因為今天打出一場很奇葩的戰鬥 所以就特別抓來給大家看看 順便跟大家說說埃及歐到底有強到什麼程度 不過先說一點 埃及歐不能打法隊 他打法隊是爛到一個極致 千萬不要拿他去打法隊 要拿他打物理隊 我們要看的是這場第三場 有沒有看到最下面這場 這場我們會看到埃及歐一個人秀全場 他秀的這一隊 基本上是純物理扣掉那隻影魔啦 對然後 我們要看看埃及歐在某種特地情況下 是頑刻影魔的 好讓我們先看這場影片的錄像 好看到一開始 白虎先暈 王 這時候埃及歐直接脫離 解掉buff debuff 然後 敵法進去 因為後排三物理 所以直接死 這場是 這是巔峰盲選 所以我不曉得對方是物理 所以敵法死在一樣的 然後狼人 幻翅這時候都開大 但是幻翅因為切不到人 好被射死 然後這時候 月期也死了 好這時候埃及歐開第一個大 避中 所以殺掉了 避中殺掉了那個 小白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 剛剛埃及歐開完大 掉下來那時候 一模開大 並沒有炸到他 那時候埃及歐是無敵狀態 所以沒有事 然後你看埃及歐現在 又是一個無法指定 各種無法指定 雖然對面閃地 但他無法指定 對然後埃及歐撐到又有大了 開大 然後我方埃及歐跟著開大 這時候 你看 又是一個無法指定狀態 所以一模的 自爆又沒 能爆到他 然後 各種閃避 吸血 啪啪 月期死去 然後繼續閃避 然後敵人連動都不能動 不頂不動 雖然說敵人都閃避了 但是埃及歐的大有避中效果 所以他撐到 有大絕 這裡 有點危險 埃及歐跳開 開大 好 最後的威脅 風行死了 接下來的小娜家其實就輕鬆解決 好 時間到 這一場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傷害打比較多 大家可以看到 埃及歐總共打了20萬的傷害 真的埃及歐其實 算蠻猛的 而且大家注意 我的埃及歐只有4型 然後我 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埃及歐這隻角色 埃及歐這隻角色 他的獲得方法是透過儲值 儲值590 直接買埃及歐這隻角色 不是買東西送角色 他是直接儲590買埃及歐 這隻埃及歐就是刺客教條那個 埃及歐 這個埃及歐就是刺客教條那個埃及歐 沒錯 他在覺醒前是白色的 覺醒後是黑色的 然後他的覺醒裝備是個刺客徽章 然後我們來看看 他的裝備 基本上他的裝備 加閃避 加物攻 加敏捷 然後 就是加一些阿里布達屬性 這還好 我們看他第一件大裝 零波戰紙 這是直接提升他的物理攻擊方 直接提升他的物攻 然後 這件裝備實在太廢了 很難浪費這兩件裝備去組這間 所以我實在不太想裝 然後 幻影首刃 加敏捷 影無整片招是對埃及歐來講 應該蠻 算蠻重要的 因為他是不小心在 出招前被斷 被 打到 KB斷招的話 那他的 接下來的無法指定狀態 無法施展出來 對埃及歐來講很傷 然後這就一般的神行蠍 然後我們來看埃及歐的技能 埃及歐對最虛弱的 這是埃及歐大絕 就是對一個敵人 施放必中 大家聽到重點了嗎 必中 他一定會殺到那個敵人 而且如果成功擊殺目標 他會直接丟一顆煙霧彈在原地 造成敵人致盲 所以打物理隊的時候 你只要成功的殺掉一個人 他砸煙霧彈下去那一瞬間 整個物理隊都致盲了 哇沒有人能打中你啦 理想狀況 基本上真的也是沒有人能打中你 而且重點是他這大絕 他 看他第一條最後一句 對追虛弱的敵人實行無法閃避的刺殺 意思說不管閃避再高 像小娜家 像白虎這種閃避再高的 還是得中招 再來 幻影連殺 幻影連殺好像是 不是這個 幻影連殺是 欸點不出來啊 那我們看看幻影連殺嘛 呃不見了 幻影連殺 我跟大家大概講一下 幻影連殺就是那個跳來跳去 飛來飛去 那個狀態下 他是無法指定的 然後 他打到人 會造成短暈的暈眩 大概就 一下下 不過如果正好在人家放招的時候 打到人 那會直接斷人家招 這是看運氣啊 對 但是無法指定 所以這是愛及歐很強勢的一點 然後再來第三個 刺客本能 然後 刺客本能是 每過一次的時間 他就會 必定閃避一次 本來會命中的攻擊 就是如果那招會被他閃避 他就不會閃避那招 這招如果一定會中 那他就會閃避 最好的舉例就是 當一個愛及歐開另外一個愛及歐大的時候 如果這時候刺客本能發動 那他就會閃過那個愛及歐的大 真的很誇張 這影片網路上有 大家可以找找看 我是還沒運氣過這種場 我下次如果找到影片可以補給大家看看 反正就是 如果假設我現在對一個愛及歐開打 結果他刺客本能發動 你會看到我愛及歐在原地那邊 原地那邊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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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愛及歐已經在做他的事了 對 鷹眼 鷹眼這點 鷹眼這點跟幻刺很像 就是增加自己的閃避 然後每次閃避增加回復50點能量 對 雖然說他的閃避好像沒有幻刺高 但是50點能量比幻刺一次回的量還要多 傳奇刺客 所有刺客隊友可以增加物理暴擊加成 好這大概是愛及歐的一些技能屬性 然後我們看看他的詳細屬性 他有兩個光環 一個是刀劍式 刀劍式就是劍勝 其實我打平常競技場的時候 還蠻常拿他搭劍勝一起進攻的 這樣讓他有兩個暴擊加成 愛及歐的傷害會變得非常可觀 因為原本他的定位是個前排刺客 前排坦刺客 不是坦 反正前排刺客但是偏硬 所以傷害並沒有那麼突出 但是搭配上刀劍系的光環加成 再加上他本身自己刺客系的光環加成 他就可以達到一個很誇張的傷害 對 刺客系是愛只有他本人 然後 我平常如果看到一些法師隊 我自己可能會帶一隊 對 這樣 這樣的隊友我帶給大家看 嗯 這樣 呃 如果是法師啦 我會比較喜歡帶小黑 一個內切的概念 因為大家看喔 這個 這個隊伍裡頭就有三個人可以吃到愛及歐的光環 我是覺得這隊還蠻不錯啊 打法是愛講 而且 如果隊伍 敵方隊伍中 有影魔的話 敵方隊伍中有影魔的話 搞不好可以靠愛及歐的大絕 正好賽掉閃過 對 所以我覺得這隊非常不錯用 然後愛及歐呢 他本身真的是一隻非常強勢的角色 很多人一直在問 愛及歐搶不搶 愛及歐該不該除 對 就是這個東西 我跟大家講 就是 你買了愛及歐 你可以獲得我左上角 這個外框 這個 這個刺客教條的外框 非常帥氣 沒錯 然後第二點 你會獲得 十倍的VIP經驗 你一獲得 你就可以充很多等級 我一口氣從V6抽到V8 對 很誇張 我覺得這是蠻值得的啦 如果有要出這款DOTA的話 然後第三點 我就覺得 愛及歐真的是一隻 因為 他 在於他的 大絕無法閃避 然後 他常常是 因為他 換一連殺的狀況 所以他常常是處於一個 無法指定的狀態下 那再加上他刺客本能 可以躲掉避重的技能 然後 又是超高閃避 所以本來能打中他的技能不多 刺客本能就可以很 很有效的發揮 躲掉那些 本來就會打中他的技 最後再加上這個暴擊加成 艾及歐其實是一隻 我覺得非常強的角色 所以如果大家有賢錢的話 好啦 雖然說590真的不是說太少 應該算一筆大錢了 但是艾及歐這隻角色的強勢 真的可以讓大家 覺得非常滿意 至少比那些 呃 目前看來 不上不下的590英雄還好 好 那我影片今天大概就錄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